哇,右邊的羊,這隻羊還真密啊 中間的縫隙不要大,縫隙大就鬆了 旁邊的魚就輕鬆多了 其實它寫字還是有所謂的節奏 節奏不是只有整個字的節奏 而且字裡面如果萬一可以分的話 它也有不同的節奏 因為節奏分得很清楚 所以它字就看起來很豐富,不同的節奏